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是以我们田店师姐为主的 把我们在大阪地区的这些护法菩萨的慈悲 能够圆满这一次法会 那首先我们先为他们鼓掌 就像我们到日本来的神社 神社一定有这样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你要跟他打招呼 而且像我去缅甸 缅甸的法师就告诉我们 你只要看到太阳就要排十下 或者说感谢太阳 然后结果呢 结果就会发财 意思是你有感恩的心 如果你要发财 你看到太阳就要跟他谢谢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我每次很多人供养我们花 每次看到花 花就是需要水 还有需要爱 所以给他撒点水 然后呢 就给他点 请问这个花会不会开漂亮一点 对呀 所以各位男人今天买一点钻石给太太 各位女人讲话温柔一点 然后你家就会很吉祥 那佛教里面的所有修行 特别在大乘佛教 我们日本一样是流行大乘佛教 净土宗 真言宗 日言宗 禅宗 无论如何 佛法是面对众生的 面对世界的 所以我们学佛教让我们对待世界很好 一棵石头 一棵草 一个水 一个人 一只蚂蚁 甚至我们中午 我们这次有我们台湾 大陆 马来西亚 很多菩萨一起来 所以用完餐 感谢那些服务人员 早上要离开酒店 放一点小费 放一颗巧克力 你跟他结善缘了 特别我是出家人 所以很多人说 因为我们这几天在出家人在住 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 我把枕头弄得很干净 就像我以前做过饭店的洗浴缸的这些我都会 我会把毛巾弄得很好 我离开的时候 那个服务人员才不会骂我 因为他觉得 这个出家师傅还不错 不但整理得很干净 小费又比别人多 还有巧克力 那我就跟他结了一个善缘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各位如果 你开始要学佛了 那什么叫学佛呢 念一下 学佛爱众生 对 我想医生目的就是要帮助病人的 那佛陀 那就是要爱护所有众生 佛陀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只要你是 你是个生命 有一点痛苦 那就是佛陀展现爱的对象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并不会因为你是华人 是日本人 是一个树 是一个石头 它就不照 所以来到日本就看到太阳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棋子 当作一种伟大的爱 太阳 要去造一些黑暗痛苦的地方 那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体悟这个真理 人要像花一样 各位 你漂亮还是花漂亮 要问你老公才知道 他说你以前像花 现在像棍子一样 我现在手上可不可以拿一只刀 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要让别人觉得 我是为你存在的 我是要来服务你的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 学佛不见得要带着炼珠 但是你带炼珠 你要表现好 不然人家会骂你 所以我们学佛学得很迷信 学得不照顾老公 不把家里弄干净 天天跑去佛堂干嘛 不对家里人的好 对师父那么好干嘛 不拜你老公 拜佛干嘛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有个好处 是榻榻米 所以人跟人见面 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都跪着互相拜拜 这个非常好 非常尊敬对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高野山 有些居士就跟我说 他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无量观念 然后又分开住 帮我们煮饭的 弄完了 都是出家人 不习惯 但是我里面的法师就特别解释 他说大乘佛教叫服务别人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去服务别人 所以怎么样帮他生活的快乐 饭啊 菜啊 吃饭啊 打招呼啊 洗碗啊 所以我认为这种非常好 因为特别日本人喜欢拜不动名王 你想 那么不动名王 那这个不动是什么意思呢 不动就是 我永永远远的 不退转的 去服务所有的众生 众生都是我的老板母亲 我是众生永远的仆人 打我骂我 我还是不动的去帮助你 去供养你 而不是说我修不动名王法 我比较高 你不会 如果把佛法当作有这种高低之分 那我是真言中的 我是净土中的 我是禅中的 我是大称的 你是小称的 有这样子骄傲的人 就没有服务的精神 你可能这辈子可以做很多福报 这样的升天吧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不能到 没有分别的净土去 所以 修学佛法 不分你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人家要看到的是 你这个人站在他面前 你能够给他服务什么 不管你是个司机 你是个老板 你是个职员 然后你站在他面前 你能够给他服务什么 所以 就像 外国人喜欢讲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是要来服务你的 所以我认为来日本 老实说来日本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看到他们那些服务人员的 阿修做得很好 很客气 这是我们要 要把它训练好的 那什么叫佛法 有外有恩内 里面也训练得很好 外面也训练得很好 所以听说日本人 外面训练得很好 里面好像没有我们好 听说我们 华人里面训练得不错 外面是随便 所以台湾人说 有累没累 有累没累 台湾人很喜欢这样讲 我们被灌输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则认为 我们开始修行了 修行叫修心 由心表现在行为一员 所以一定要里外如一 所以就像我以前 我并不是小时候出家 我35岁才出家 我33岁学佛 那我要 我决心要出家 但是我不敢讲 因为出家人是这样 他过去世就出过家 等他哪一天 看到出家人 或听到佛法 他就想出家了 怎么办 那时候结婚 生小孩 什么都做完了 这下完了 但是那个时候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是我心里就想 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 哪天就算我要出家 他们掉眼泪 不舍 但不是骂我 不是讨厌我 所以我必须利用 一两年的时间 表现一个 我是想要出家的一种 诚恳 让他们有 愿意放我出家 你看可不可能 出家还要放我出家 好像不那么自由 但是所以我就开始 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不分我是修什么的 我没有这样讲 我爸爸看摔角 我就陪他看栓角 我妈妈在那边煮饭 我就帮他洗碗 我老婆打麻将 我后面倒茶 他shopping我付钱 所以我自己衣服 我自己洗 他就开始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一个修行的人 他让你感受到 这个人是在服务我的 那时候我自己开公司 所以我以前都是 十点半十一点到公司 准备中午约人家吃饭 下午打麻将 我每天就是这样 这样过生活 后来我学佛了 那公司的人 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了 那我就改变了 我每天八点就到了 替他们倒茶 倒茶 倒茶 把他们弄好 黑板都把他擦干净 我就开始都做这些 中午 我就自己拿一个草席 干嘛 中午因为我太早起床 中午睡个午觉 然后继续努力 要让公司的人 因为我修行而不要骂我 然后基本上 他们有些不是佛教徒 但是至少将来他有痛苦 他会来跟我聊一聊 但是我就给自己一个 如果他们心里面 不能尊重我修行的人格 我就不出家 如果他心里面 认为你的人变好了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你变好了 对他们很帮助 他们这样子 我去出家才不会对不起他们 在佛教里面 各位走到哪里 一定要先礼敬三宝 念一下 一者礼敬诸佛 所以我们就会合掌 再来 佛像庄不庄严 念一下 恶者称赞如来 各位一定要念习 赞叹别人 学佛人最怕讲话 刻刻 专门讲缺点 从不讲优点 所以称赞如来 就是你要去找出 对方的优点 这个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缺点 你还可以记得他 百分之一的优点 那就OK了 称赞如来 因为对佛来讲 佛看到众生 都是未来的如来 众生就有佛性 所以他赞叹我们 你可以成佛 那我们就想要称佛了 称赞如来 念一下 三者广修供养 各位要把这些 用在你的生活上 不是对佛像 结果对你家人不好 对你员工不好 对老爸不好 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今天你好帅 三者广修供养 日本人 最厉害的 送给一大堆 广修供养 第四个 Sulimase 不好意思 忏悔业障 对不起 这些要用在生活上 特别我们 华人很喜欢修禅 什么叫禅 禅就是 在日常生活叫禅 在你的心里面叫禅 所以各位要把佛法 用在你的禅 你的心里面 表现在你的待人切物 各位有没有这个小本子 先翻到第一页 那你会看到 庄严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尊佛是在 印度 正觉塔 这尊佛是弥勒菩萨 所造的 所以 这尊佛像 非常庄严 那这尊佛像 现在是属于世界 不分任何教派 共同认定的 一尊佛像 所以一般我们 泰国有泰国的佛像 做法 我们汉人 有汉人做法 西藏人 西藏人做法 韩国人 韩国人做法 但是这尊佛像 是共通的 大家都从内心里面 都认为 他是因为他是 弥勒菩萨所造的 他超越了 各种宗派 这个很重要啊 各位以后 不管你到哪里 人家认不出你是哪里人 就算你修得很好了 医生检查 不了你的血型 代表你个性改变了 你不要一看 这个是A型的 这个A型的特点 在他身上 这个是O型的 你还没有开始修 你还有零零佼佼 你修行要让别人 你到底哪里来的 你要说 净土来的 你一下被认出 你台东的 皮肤黑哦 你台北哦 还是你上海来的 骄傲哦 你东京来的哦 很可怜哦 那就是说 你有你 修行要修到 认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 像变色龙一样 融入于对方 观世音菩萨 你是皇帝 观世音菩萨 会不会变皇帝 这个就观世音菩萨 叫普门视线 修行人没有个性 背一下 没有个性 只有佛性 没有想法 只有佛法 各位要背一下 没有个性 只有佛性 佛性就是我们真言中 要修行的 这个佛性 三昧夜界 佛性 空性 禅宗里面的 开悟的佛性 净土宗里面的 到了极乐世界 用佛性在生活 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各位要 所以各位要多看 这一尊好不好 这一尊是谁 都可以回答 你要说 我自己的本来面目 对不对 不是光你自己 这一尊是谁 也是对方的本来面目 妈妈 这就是你 爸爸 这就是你 回去跟你 老公 这是你 我天天放着你的相片 最美的那一份 对不对 因为 我们的外面会变 会老 请问我们的佛性 会不会老掉 不会啊 心经有没有背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 本来面目 特别女人怕老 赶快修 这个就不会老 你要不修 你美容也没用 所以你用佛性在生活 你就超越这些 这些变化 肮脏 得到失去 是诸法空向 所以各位要多看这一尊 看久了以后 你以后看到别人都变这一尊 这个叫什么 来 正入空性 大乘正入空性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忘了 就是这样 妙法莲花经就在讲这个 众生 只有一乘 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都可以成佛 如何引导对方成佛 所以而不舍弃对方 这一点是佛教最重要的 念一下 相信 相信自己有佛性 相信对方有佛性 相信世界是净土 相信日本是净土 你要通通相信 你老公带一个小三 相信是未来佛 那你还有烦恼吗 老公你带我妈回来 所以因为你相信 所以各位要 这个叫一秤 一秤就没有分别了 那这里面代表什么 来 地狱中的佛 所以有一句话 我们叫睡觉的佛 这个叫醒过来的佛 回去跟你儿子 儿子不要再睡了 醒过来吧 他正在打电动玩具 他正在睡觉 要让他醒过来 要让他看到慈悲 看到佛性 他就不会玩电动玩具了 等他会的时候 你是哪里玩电动玩具 妈我在听课 法华经 论眼睛 各位 电脑可不可以变成法华经 变成华眼睛 你的手机可不可以 拿来做早课 可以 但是你不能叫他 不要有手机 你要叫他 如何用你的佛性 你的心 去使用手机 要成为手机的主人 而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 记住哦 各位 念一下 做感情的主人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各位女人 你要做感情奴隶苦不苦啊 苦啊 日本自杀力蛮高的 但是各位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懂了佛法 那你做感情的主人 做金钱的主人 快不快乐 快乐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不会被他伤害 你还可以好好用他 所以做人要做成空性 我不会伤害众生 但是我活在这个世界 我可以帮助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到屠宰场 你到医院 你到任何地方 都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供养 供养不是光供养佛 还要供什么 来 心中的佛 好不好 把这些花放在你心里 好不好 把这些珠宝放在你心里 把一切最圆满的放在你心里 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 是希望哪一天 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的 去服务众生 去承担众生 信仰 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众生 就像一个徒弟跟师父学 要跟师父讲 师父 我以后要跟你一样 可以帮助别人 好不好 师父说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你就开始洗碗吧 开始模拟自己吧 开始扫地吧 所以因为你要把这个自私 先消除掉 这个我 那你才可以成为那个真理 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 这十个供养 香代表戒律 大家不要再伤害别人了 慈戒的人 道德的人 香不香 香 花代表什么 慈悲 不要生气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用慈悲心去做 那这样一定可以圆满 叫花 灯代表什么 智慧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相信因果 了解真相 叫供灯 所以这个供养的意义 如果只有在供养佛菩萨抢功德 没有供养到你自己 浪不浪费啊 浪费啊 各位 擦香水 香不香 自己也香 别人也香 对不对 这叫供养 涂油 代表柔软 人缘好 供养水果 代表要把最好的结果 就像各位 你赚了一年的 包括年终奖金 赚到了 拿去供养爸爸妈妈 对不对 拿去供养老人院 我把我最好的成果 去布施给对方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努力 也可以达到一个 圆满的佛性结果 所以这种 从外在的供养 而达到内在的供养 内在的供养叫什么 来念一下 羞慈的供养 就是你 香代表我慈戒 刚刚讲 花代表我愿意 不生气的慈悲 灯代表我要有 智慧的人生 不会起烦恼 所以 然后呢 涂油代表一种 方便 方便 用各种的方法 来融入于众生 所以 那我想 每一种 你要了解它的意义 然后由外而内 去做供养 如果一个人 一直供养花 然后脾气不好 你老公看到你来 就跑掉了 哇 你这个 你不是拿花 你是拿炸弹 你准备要伤害对方 所以不要有所求的 去供养 你无所求的供养 老实说 我也会看女人 有一种漂亮 给人压力的 有一种漂亮 看着好像小女儿 一样的情节 有一种有钱 给人压力的 骄傲 有一种有钱 给人家 这个人是大善人 怪不得他这么有钱 因为他在帮助众生 所以同样是 两个有钱的人 一个是给人家 不好的心态 一个人给人家 水洗 这个人有钱 因为他孝顺父母 他帮助穷人 所以他很有钱 所以各位 一定要让自己 成为一个 没有伤害 而且只会帮助别人 今天你送人家一朵花 对方一拿 被你挣扎到 你送的是玫瑰花 对不对 因为你会扎人的 你这个漂亮 会扎人的 所以我想 在佛法里面 它是以不伤害为 基本 进一步去帮助对方 我们要跟香合为一体 用花合为一体 跟灯合为一体 跟这些土油合为一体 跟最好的水果合为一体 特别供养水果 各位要多一个观想 我发觉在日本 吃树很难 刚刚我们来几位法师 就胃肠不舒服 我就问什么 这些人都吃鱼了 师父你跟他们讲一下 好爱 因为吃了太多鱼 然后呢 这个沙液很重 胃肠不好 身体很冷 鱼是属于冷的 潮湿 所以你腎脏也会不好 水肿 等等等等 那这样 这样就代表不慈悲 所以当然一步一步来 至少各位有惭愧心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帮助 真心的想要去 帮助众生 所以供养的时候 各位等一下还要观想 为过去我们的祖先 所吃 所杀掉的 这些众生 我们欠他在了 也为他们做供养 好不好 所以他们在供养 我们每个人都在供养 因为我们每个人 十供养都有十根手指头 背一下 香花灯图果 对 茶 食物 宝物 炼猪 袈裟 袈裟 每个人都在供养 死供养 所以 而且 十根手指头代表什么 来 身口意供养 身体有三个供养 来 我不杀你 我不偷你 我不强奸你 这叫身体的供养 身体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嘴巴四条 念一下 我不骗你 我不骂你 我不背后批评你 我不讲没意义的话 心里有三条 来 不贪心 不称慧 不于此邪见 这个叫行为的供养 所以你拿个好的东西 给对方 也代表我也用我的身口意 不会去伤害你 今一步还不够 叫十波罗蜜供养 十波罗蜜供养就达到 不但我可以消除我的烦恼 我还可以帮助你 念一下 以不失度迁滩 对 我东西供养给你 把我最爱 最疼的东西给你 然后消除我对这个东西的占有 假设你手上只有一颗珠宝 你这辈子好爱好爱 结果你看到一个贫穷人 你就把这个珠宝给他 这才叫佛教的布施 布施消除我对我这个东西的执着 心里痛不痛 痛啊 但是你不去布施 你就不知道你贪了 各位假设你有一个独生子 现在师父说 你那个儿子不错 干嘛 跟我出家做和尚 利益众生 哇你哭啊 哭啊 这是我的宝贝 就是因为你的宝贝 你布施给众生 可以利益众生 那这个就大布施了 那你也消除你的执着 你因为感情上的执着 你很难去净土了 心里也很苦 所以这种叫波罗蜜 波罗蜜就达到 你也叫断除烦恼 慈悲众生 这叫自利利他 叫波罗蜜 所以有十种波罗蜜 再跟我背一下 来 布施 消除贪心 慈戒 消除伤害 忍辱 消除生气 精进 消除懈怠 禅定 消除散乱 般若智慧 消除愚痴执着 方便波罗蜜 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智慧波罗蜜 那我想 后面这四条 当然你在 可以帮助前面的六条 更容易圆满 所以你一合掌 一供养 就代表了 各位今天背了 来 十供阳 十善业 十波罗蜜 然后你一合掌 这一只手代表佛菩萨 这一只手代表众生 放在自己胸前 代表自己 念一下 法华经里面 来 心 佛 众生 合为一体 三无差别 这叫入法界体性 无有分别 所以 但是无有分别的 去做这样子的供养 所以你供养的时候 不是光供养佛 供养谁 那意思 供养佛 供养众生 供养自己 所以 布施 我们供花 用这个花 供养佛 用这个花 让鬼到地狱到 都变成莲花世界 供养花 让你的内心里面 只有爱没有恨 好不好啊 所以一个很会生气的人 我们有一句话 左手 右手练珠 左手枪 他拿着花 你不接受 这样 就像一个男人 我爱你 你不爱我 好嘞 那不行 佛教里面是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爱你 然后你去爱别人 OK 只要你喜欢 因为我爱你 只要你快乐 没有恨的爱 没有嫉妒的爱 那我们希望 每一种供养 都要达到这三个目标 所以各位在家里 一定要多多的供养 因为你在供养三个方面 在念识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所有众生 供养自己 其冤亲在主 你欠人家在的 你的祖先如果没超度 流产胎了 然后你也要供养它 所以一只香 一杯水 那各位每天在家里 都要做这样的供养 好 那这样各位都了解了 今天这些花 漂不漂亮 漂亮 你要观想 供养 所有日本的佛塔 好不好 佛像 包括台湾 包括大陆 包括世界各 包括在缅甸 有很多的佛塔 那你就要观想 而且这些花 像各位 供养不见得要买花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漂亮的花 你马上观想 翁阿宏 没有主人的 你都可以供养 就像各位看到 今天天空很美 你马上翁阿宏 用这个漂亮的天空供养 那水很美 很干净 供养 那像日本很多亭里人 漂不漂亮 漂亮 里面还有鲤鱼 最美的景 你马上看到 翁阿宏 供养 供养 就像你愿意把它照相 回去给你家里看 你给爱人看 就是因为你要把 美的景给他看 就是供养他 你供养 所以凡是你看到 所有美的东西 你就先供养诸佛菩萨 也把很美的东西 供养你所爱的人 也把美的东西供养 痛苦的人 而且众生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花 而且花上面都有名字 这些供养的名字 保证将来至少升天 而且我们给他观想 观想那么多 功德他就大了 他变成百千万亿被供得 所以各位 观想的力量很大 真言中里面最重观想 观想就把一朵花 观想成整个世界都变化 供养了整个法界的佛 供养了整个宇宙的人 蟑螂蚂蚁都供养他 那你这样一朵花 是不是变成百千万亿被供得 那让供养的人 变成很大的福报 那请问这个供养的人 用他的名字出 他将来升天 知道因为你帮他观想 他升更高的天 他会不会成为你的护法 那不是你福报很大吗 你就不用出门赚钱 他就我找钱来给你 因为你把他功德变大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被供养 我们出家人就好好地 替他观想 然后修行 然后供养者将来 就可以有福报 那我们出家人 也可以结很好的善缘 成佛的资粮 所以互相帮忙 有没有看到花 你要说有 用心看 有没有看到佛 有 有没有看到众生苦 有 那你现在再念一次供花 把这最美的花 让每个佛都高兴起来 然后把这最美的花 供养你所认识的人 包括祖先 包括可怜的众生 然后又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别人 各位要观想百千万亿盏灯 灯代表菩提心 在黑暗的地方有光明 来让所有众生脱离黑暗 灯也代表佛 佛代表觉悟圆满 大日如来 众生代表黑暗轮回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的新灯 那佛性都打开了 有智慧了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 灯打开 你马上 因为这个灯亮了 所以就可以看清楚真相了 就可以离开黑暗 你要把生活当作修行 当你洗澡的时候 当你喝水的时候 当你穿衣服的时候 都变成一种供养 也变成一种慈悲 这是佛教的意义 佛教它只是一个真理 希望这个真理引导走入你的生活 让你的生活变成一个有意义 讲到图游 希望各位呢 如果有大众浴室啊 你多送一些毛巾啊 肥皂啊 甚至有 我看这一次有看到很多人在拜 三十三观音啊 流汗啊 流汗啊 你能够给他一点点水 他很吸吸手啊 或是毛巾擦擦脸啊 你有什么好处 生生世世皮肤漂亮了不得了 涂油的意思吧 涂油就是 就是给这个最好的水 让它消除不好 热啊 饥渴啊 甚至在路边 奉茶给人家喝 像今天这种法会 下回如果有 你会买了五百瓶矿泉水 一人一瓶 最好两瓶 就带回家一瓶 因为有法会加持过的水 给人家 譬如说你先生脾气很不好 脾气很不好 他就是火大 那你要供水 替他供水 你要把水给人家喝 你先生就 不会有脾气 所以水有很多的功德 特别在佛陀时代 有个难陀 他是要美男子 为什么叫美男子 因为他经常用水 让出家人洗澡 供养出家人洗澡 给路人洗澡 所以他变成一个美男子 还生在一个做佛陀的弟弟 堂弟 叫涂油 供水果有一个特殊的加持 当然有很多功德 比如说 你很喜欢吃树 结果你的先生儿子 很喜欢吃肉 你也没办法 那怎么办 那各位要去买那个水果 味道特别香的 然后把它盖着盖起来 然后在佛前给它打开 那个味道强不强 所以这种清净的 水果蔬菜的味道 就可以对峙它 爱吃肉的那种味道 那它以后闻到了 闻到的味道 它认为好闻的就是水果 而不是肉 佛教的方法就是这样 你脾气不好 多供花 花代表慈悲忍辱 然后来回向给你 爱发脾气的这些人 所以它就会改变它 所以灯代表智慧 比如说你现在儿子 天天玩手机 玩智慧手机 你讲也没用 那你要帮他在佛前 多供灯 供灯 灯代表智慧 就引导他的智慧 不会去玩手机 就是佛成佛的目的 他要把他的力量给我们 但是佛的力量给我们 是靠着我们对佛的信心跟供养 就像各位 你会去供养出家人 请问供养出家人 会不会发财 会啊 如果他真的在修行 他身上有个功德 我们供养他十块 可以变成一千块 一一万的功德 那叫福田 所以可怜的人 也是我们的福田 有修行 有道德的人 是我们的福田 对我们有恩的人 也是福田 所以很简单的说 你给儿子一万块 还不如供养妈妈 十块钱就够了 因为你供养妈妈 十块钱 那种是孝顺 儿子呢 儿子是讨债的多一点 你欠他债 没功德 所以你去供养 对你有恩的 很可怜的 值得尊敬的 这个叫三福田 所以在家里要供佛 你经常这样子供养 也可以把这个功德 布施给别人 虽然你是学佛 你的亲戚朋友 可能没学佛 你的功德 可不可以给他 但是你要有功德 才可以给他 你可以把功德 回向给他 因为他缺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 你儿子不喜欢读书 看不下书 那你就经常去 国外帮助那些 私学儿童 买不起课本读书的 或是印好的经 供养出家人 用你的儿子名字去做 那就种下他 喜欢读书的音 喜欢看经典的音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世界上 所有没有钱读书的 小孩的福报更大 这是佛法告诉我们 改变的方法 就是这样 再来供养食物 特别我们前面 有这么多食物 特别我们今天写的排位 所有 念下来 日本境内 所有孤魂野鬼 世界各地 所有孤魂野鬼 以此供养 回向卢等 同享甘露 离苦生甜 供佛也要用食物 供天神也要用食物 供人也要用食物 动物更要食物 恶鬼道更要食物 所以食物有种种功德 那我要教各位 一定要回备 因为各位每天 你都要吃东西 你每天都要把这个东西 拿来做供养 早餐 午餐 晚餐 饼干 一杯水 供养的是这个四个对象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明 像日本这么多天造大神 大便才天 再来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以你每天都要供养 特别日本的饭特别好吃 各位你至少用那碗饭供养 虽然你可能你家里不能吃素 有肉 那个不用 就那碗饭就可以 所以我教各位怎么念 背起来好不好 念一下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供养一切众生 就记住 供养佛法神三宝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冤亲在主 包括祖先 胎儿 你儿子在生病 也供养他身上的冤亲在主 这样他很容易好起来 最后你就拿一点点米饭 拿去 或重物打开 放在树下 树下 不湿 撒一点点水可以 因为我特别要讲 是各位每天都要吃饭 日本乌龙面也好吃 昨天他们导游带我们去神父 一家自助餐 什么安 什么栽 蔬菜特别多 我就在那边看 嗡啊嗡啊嗡 把它供养完 不是你吃的 就是说这家店 满满的水果 你经过的时候就观想 这么漂亮的水果 嗡啊嗡啊嗡 给他观想 你去吃东西 外面有那个假的饭菜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记在脑袋里面 都给他观想 最变成素食的 最好吃的 最香的 嗡啊嗡啊嗡啊嗡 这样供养 那这样你就24小时 你都在 时时每天可以做 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德 好 那各位要观想 身上有没有戴黄金戒子 又要带来 供养 你要把这个世界都变成黄金主宝 最好的供养 所以各位送给人家最好的东西 加一本佛经 快不快乐 事先最好的宝 黄金主宝 但是解脱最好的宝 就是经典 送到一部地藏经 如果我们这次特别印了一本 小本的地藏经 各位可以带在身上 希望下回有机会 钥匙经 金刚经都有 最好有一点日文版 对不对 因为地藏经最好了 学佛一定要带炼珠 不带犯规 你看日本和尚 每个人手上都拿一条 对不对 很有威仪的 这个炼珠代表你的武器 因为以前国王要去打仗 一定要拿龙王 如意宝珠 才不会被打输 被打败 那修行人一定要带炼珠 代表什么 因为念佛所以断烦恼 因为念佛所以才不会被伤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炼珠 代表保护自己 那你要随时拿起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要把你的炼珠 有时候我们会打手印 如果会打的人 他们有打手印代表 供养五大步骤 整个须弥山 就是在观想 供养整个世界 所有众生 所以供宝珠 你也可以在佛前供养完 这样绕一下 供养 然后还有很多法师 是把它放在里面 这不是光练足 包括练佛 修行 特别真言中仁 他们持咒 所以他这样就把持咒的功德 也供养 供养出去的 所以那就时时刻刻都在做 供养 再来放过来 供衣 袈裟 漂亮的衣服 供养 三宝 那你要观想 每一尊佛都穿着袈裟 我觉得我在日本 这次在高练山 哇他们出家 穿着衣服装不装严啊 各个出来像皇帝一样啊 像我们 我们在台湾穿的是黑黑咖啡 代表惭愧 那事实上本来就要像皇帝 因为修真言中修金刚证 我代表佛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出来出来就要走路 像皇帝 袈裟 所以你供养袈裟 功德很大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要去供养 我劝你们去缅甸 缅甸一套女孩子的袈裟 七块美金 七块 日本我看来要七百块美金 可能还买不到 对不对 缅甸七块 装严 男生的 十二块到十五块 最贵的 老和尚穿的 三十五块美金 老和尚就 哇 这一件好啊 那是你供袈裟的功德 消除很大的障碍 所有安全 消除障碍 以后外表装严 有财宝 穿衣服好看 各种的功德 有一个乞丐 穿了一个袈裟 变皇帝 对不对 那袈裟的功德嘛 你看穿袈裟 所以就变得很装严 以后你的外表 皮肤啊 气色很好 色泽柔美 穿衣服很奇怪 五十块呢 穿在你身上 看起来像五千块 有些人很可怜 五千块穿在他身上 变五百块 暗淡掉 因为你没有供袈裟的功德 好东西在你身上 显现不出来 所以我想同样两个人 看起来外表不一样 气色高贵就是高贵 对不对 有气质 有气质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有气质 人家过去有供养袈裟 人家做什么功德 自然珠光宝气 不会有众生充满一切 凡是帮助所有众生的 都是佛法 佛法没有分民族文化 就像这个人感冒 要么你给他西药的感冒药 要么你给他中药的感冒药 而你还会针灸 你都可以帮助他 所以这才叫学佛的 学佛的人不偏于哪一边 帮助众生的 所以各位在日本生活 你可以学学真言中的修法 净土中的修法 都学一学 日本这些神社 看起来也很庄严 昨天我们去高野山下来 有个神社 听说那个神社 是护持空海 变成狗 然后护持空海的 所以它本来就是佛教的护法 佛教的护法 上帝一皇大帝 特别日本到处有拜大便才天 鬼子墓 这个鬼子墓很重要 念一下 一心七情 鬼子墓菩萨 慈悲加持 翁阿慌 如果你有时间 把这个护法神名字背下来 护法神你在供养 他也接受供养 特别这个欢喜母 他有什么好处 来 照顾老人 照顾病人 照顾女人 照顾小孩 所以他叫欢喜母 欢喜母 他是所有女神像里面 看起来最漂亮的 他的皮肤永远是 16岁女孩的皮肤 所以你修欢喜母法 有个好处是 生生世世 怎么样也不会老 对不对 而且照顾病人 所以生病的时候 拿一碗饭 供欢喜母 除病 欢喜母 我们台湾人叫 惩慕 就是照顾小孩子的 一出生 他照顾他到16岁 所以小孩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碗饭 放在他床旁边 感谢床母 帮助他 所以欢喜母 对修行人 帮助特别大 如果一个真心 现在修行的人一生病 你也可以欢喜母求 欢喜母来帮忙你 所以这些都是 佛菩萨四限层护法神 大功得天 就代表大便财天 代表声音好 口才好 智慧高 所以每一种每一种 各位都要供养护法诸天 我们来日本 好像一般人都给我们一个讲法 师父 日本鬼蛮多的 刚刚我们早上吃饱跑了 跑去大阪城 跑到后面 我肚子饿得要命 我早上吃得很饱 这边鬼好多 我肚子饿死了 我说你讲我已经很饿了 赶快买玉米吧 明明吃饱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众生 他求你 让你感受到他肚子饿 这还算不错了 他没有感受到他生病已经不错了 所以各位我想 修行就是要修到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所以我们修行人每次吃东西 像他们今天拿一个冰淇淋给我 师父吃冰淇淋 好好好 我才不吃的 偷偷偷偷拿到草后面 你们吃冰淇淋 难得加菜 平常都人在吃 他们没有人要供养他吃冰淇淋 所以佛我们都会供养 神都会供养 就是可怜的众生没人供养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慈悲慈悲 我们都会身上带一点米 烘啊烘 所以这次要来 就有些菩萨 师父你要去日本 我说对啊 房间很危险 还好 一进房间 撒两个甘露水 放几颗米 烘啊烘 请问房间的众生对你好不好 哎呀 没碰到这种好人 他什么都照顾你 不用闹钟 准时叫你起床 因为你对他很好 你对他很好 所以各位 佛教只有教我们一个方法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就这么简单 不要怕他 越可怜了你越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所以我们很好 我们学佛就是相信有轮回 真的有鬼 有神 这是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相信祖先很重要 相信有神 对不对 相信有鬼 而且更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传统 这也是我们唐朝佛教 传统日本来的 不过讲到这边 我今天去大阪城 我必须讲 事实上我们今天 我们团体 我们这次将近一百位去 我们以前都做过日本人的 现在只是换个时空 现在换我们做华人 所以你不能跟对方对立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让你去了解 所以各位 你到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都没有巧合 没有意外 绝对没有 今天各位来参加 这边有排位超度法会 结果你回去头痛了 因为头不舒服 这个是代表消夜 你晚上睡不着觉了 代表还没超度完 继续超度 所以这些感应只是让你了解这些而已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做什么事情 你要想的未来 不是光今天逃避完就算了 老实说 各位 我们华人跟日本人 外表上 是不是日本人看起来比较白 比较干净 有没有 因为他们不喜欢乱丢止血 我们华人就 没看到 所以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外表看起来比较白 一个外表看起来比较多颜色 不一样 所以什么样的环境 我在英国 我们有一位居士 他要去请英国居留证 弄了老半天弄不下来 他说别人都拿下来 我没拿下来 师父他逃落税 在英国赚钱没缴税 所以你就拿不下来你的签证 那个主考官就看不开 后来他就 就把这些钱 他说师父我报了好几岁 花了很多钱 然后去放生也罚钱 罚一罚总共差不多2.9万英镑 2万9英镑 那我说你算一下 你逃落税 就是那个钱 我说对了 应该可以过关 缴完了 所以各位这是真理 你今天你到日本来 你也要缴税金 那你做事业才不会有障碍 这是英国百分之一百 学佛就是了解这个真相 这个跟佛教没关系 佛只是看到这个真相告诉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住在日本 那是我们这一次我会来日本 因为我本来就做过好几次的日本人 所以我才会来日本很多次 所以我去过的每个地方都是过去是去过的 我见到的人都是过去就见过的 所以这次我在日本看到我过去是妈妈 我还带她去拜我爸爸 她还不知道我在拜什么 拜祂会讲说那是你老公 我是你儿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拜 他说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木区来 其他团人不让他来 他们不用来 我要来你也要来 我们去拜拜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我们了解佛法 要相信 像我们今天能够大家坐在这边聚会 都是我们过去世 已经很多次聚会了 不然这辈子碰不到 所以你跟你先生 你跟你太太 你跟你儿子 都有很深很深的缘 只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相处的方法 如果你 我比如说 为什么我儿子都不听我话 我怎么讲都听不听呢 你儿子过去是你爸爸 他听你话 他不骂你不错 有点道理 他每次骂我 所以各位这些道理 很简单 佛法只要让你看到真相 这没什么 事实上看到真相 只是你心平静了 你就可以知道别人的真相 这很简单 水如果清了 那个相就会献出来 所以 所以 你就可以有直觉吧 或许你看不见 但是你有直觉 这个人跟我有缘 这个人跟我有缘 所以有一次我去美国 还跟女生 她叫师父 我跟你很有缘 我都不敢讲 过去我老婆 我说是有缘吗 好像没有 因为你又会有直觉吧 我去印尼 有一个印尼人 他听不懂半句 每次都坐在第一个 我一看 这个不是我妈 是我老婆 我看的样子不像我妈 他就执着 听不懂我要来看你 没有看到仇人 已经不错了 看到仇人 他就是要骂你 没事也要骂你 我有一次去 去不知道纽约 刚出来一个饭店 刚刚有电话 从口袋拿出来 就有个人跑来骂我 出家人拿什么手机 我又没骂你 对不对 骂了一顿 我赶快放口袋 以后 我跟我们在出家室 公开场合 不要拿手机 因为我们出家人 不能拿手机 偷偷到厕所就这样 不能拿出来 因为他认为我们是古代的人 后来我就问 为什么骂我 师父 不错了 他没打你 不错了 你过去又打又骂他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世界 真是如此 你要相信 所以我讲这个 叫各位 你也讲 劫善园 我刚刚讲到米 我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点个香 或是我去印尼 他们都给我一朵花 印尼干嘛 拿这个花 到巴厘岛 各位有没有去过 巴厘岛一定会拿着花 对空中供养神 然后这花掉在地上 供养地方神 所以他们就 教我念一些咒语 哦 那就供养神 那你就跟当地的 这些神明 因为巴厘岛 最婆罗门教的 跟佛教结合在一起 所以佛教是私使 婆罗门教拜神 所以他们就结合在一起 供香啊 食物啊 花啊 窗户摆一个后门口 前门口 坐巴厘岛的女人 很可怜 一大早要20盘花 20盘 至少窗户 玻璃 窗户 开车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摆一盆 有香 有灯 有花 摆在那边 尊敬他们 这也是巴厘岛成为一个 很有神明很多的地方 所以巴厘岛去 感受到一种 不一样的气氛 不一样的气氛 因为神的气氛 所以神社里面 没什么的 里面真的有神 很清静 只是说 这次我们有讨论 日本除了神多 就是阿修罗多 阿修罗就喜欢竞争 喜欢竞争 压力很大 所以很容易 很容易要斗争 要打架 不太好搞了 意思就是这样 派系很多 所以当然每一个世界 都有每一个世界的 共业 不一样的思想 不一样的共业 或如果你到加拿大 到很多牛西亚 好像来天上一样 那种清静 因为他们的人 不喜欢 不喜欢 就自己的花园 弄好 就像一个清静的地方 那是比较自我一点 所以 当然我们学佛 就是希望了解这些真相 对每一个事情 都要慈悲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陆花苏 海陆花苏 红花樱顶 4月15号 日本红法之旅 4月25号星期四 据始月 地藏菩萨书圣公德日 扇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 上午10点 日本奈良 开运吉祥 现贡法会 下午1点半 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 祭佛法开示 4月26号星期五 据始月公德日 扇行与恶行成1000倍 晚上6点半 日本大阪心灵讲座 讲题 心如莲花 4月27号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师至菩萨 持证楚遂1000节 据始月